喂 赵总 明天去香港是下午三点的航班 早上我和李师傅一起来接你 到了香港以后呢 半日出的小美会来接机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扣你一下 扣你一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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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 我找宁夏 什么宁夏 她不做字了 什么 搬走了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总 箱子给我吧 谢谢 对不起 您拨打的拥护 赵总 咱快出发吧 好 赵总 到了香港以后呢 半日出的小美会来接机 然后我就直接去见蒋先生 一直都是阿美接机 有必要啰嗦一遍吗 露西 最近宁夏在干什么 你跟她有联系吗 宁夏 您不是都把她开除了吗 你还找她干吗呀 谁把她开除了 是她自己不辞而别 你怎么说话的 我是你的老板 想不想干 好 那你把我也开除了吧 反正像你这么尖酸刻薄的老板 我也受够了 宁夏她招你惹你了 您至不至于对她这么赶尽杀绝的 你知道她现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 你一点后路都不给她留 她找不到工作 她就没有经济来源 她交不起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 她找点露宿街头了你知道吗 露宿街头 她现在住哪里 我哪知道 就你这么欺负一个女人 你就不是个男人 闭嘴 她现在在哪里 我要马上见到她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她离开麦尾 在你的淫威之下生活的惨状 行 反正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一段时间 李师傅 咱前面路口右转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旅游项目 您可以看一下 先生 来看看我们这个港澳台 曹姐 来 来 你看看我们现在正好 我们这有很多 日韩海外线路出雪价 来 来 您看一下吧 来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 阿姨 您看一下吧 正好暑假了 您看一下吧 那我看一下 你好 那我们这边 rated 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辞职以后就发传单 我发传单怎么了 挨着你什么事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求你辞职了 这跟辞职一点关系都没 难道你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吗 放手 不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那你为什么救我 我不想说你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放开我 你放手 你干嘛呢 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 一魂不散哪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见到你 我见一次打一次 这是我跟宁夏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你们都放手干什么呀 够了吧 赶紧给我走 小夏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带赵总来的 赵总 咱快走了 还得赶飞机呢 快走吧 走吧 滚 别让我再见到你啊 看什么看 走 快走 人梦 咱们别翻了 天这么热 回去吧 小夏 看一下吧 回去吧 小姐 你看一下吧 你看 我们这个旅游向路特别好 你好 你好 你看一下 来来来 看 看一下啊 那个旅游线路啊 来 先生看一下 特别有优惠啊 来 姐来看一下 先生 这份工作是你介绍的 我总不能看着她饿死吧 什么破工作 这么大热天的 还不中暑了 单巧 宁夕 这么巧 公司派我出差去香港 你 是吗 我三点的航班 这么巧 我们都同一班飞机 那 方便的话帮我取登记牌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您好 回登记牌 您好 回登记牌 好的 谢谢大家 这是您的当机盘 谢谢 这是 这是您的 谢谢 好吧 好 走 你好 先生 先生 你看一下这个吧 你好 台湾游 好 看一下 价格特别合适 您好 喝点水吧 这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发展够快的 都一起去香港 呀 找你房卡 谢谢 您好 您好 帮您把您入住 稍等一下 这是您的房卡 左边 谢谢 您的房卡 这边 谢谢 干杯 干杯 作词冬柔 请记得和彩 Θ的话 听过去声 행 fino 明下左右 切 library 努力 扣封 先生几位 一位 这边走 谢谢 一瓶威士忌谢谢 好的 秦昊就是我男朋友 所以我们还结束关系吧 不不不不你再骗我 我没有在骗你 这就是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要钱是吗 好 我给你 这些是你的加班费 和补助费 服务员 服务员 我没有 再来一瓶 好的 请稍等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说 你说呀 干吗呢 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 阴魂不散呢 这是我和宁夏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你们都放手干什么呀 够了吧 赶紧给我走 其实呢 很多人都希望被救的那个人啊 健健康康的 不是要感谢的 你怎么知道是救人 还有感谢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其实是听那个旅行社的人说的 您别管他 有什么事我告诉你 我会救你出来的 好 好 好 丹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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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个人喝酒啊 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个错误 我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市场 别喝这么多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平常看起来笑呵呵的 也一样有好多烦心事 来 活着难道就是为了装糊涂呢 宁夏 对不起 丹乔 你明明知道我爱你 为什么 对不起 并祝 傻应 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喝点吧 别喝了 忘了赵丹桥吧 你已经离开他公司了 你还把洪小豆的身份给了你几天 你应该有个全新的开始 别再跟我提赵丹桥这个名字 你自己提的 我好想 你应该算算 我觉得你跟赵丹桥不合 八字不合 你自己算算 你跟他认识这么久 哭过多少回 浩子 你能明白 隐瞒自己的感情 有多痛苦 多绝望吗 但我跟他调恋爱的时候 我才真正地发现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爱他 我爱树东先生的 我也爱现实中的他 我也爱现实中的他 我以为我可以了解他的心意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迷茫 就在我这么难受的时候 他居然跟我姐在探亲书吧 你也没有很难受 你也不要做 你也不需要 你都没有信任 你会说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听 我又可以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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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你真不脫掉 好了 早点睡觉 洪小豆 不要离开我 段乔 我是不是洪小豆有这么重要吗 你 你 宁夏 宁夏 不要离开我 我不要 你不够 那些人 是不够的 你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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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 行 行 吐出来就好了 让你别喝 来 我背你 让你别喝 非得喝 找醉的时候吧 优优独播剧场 醒了 天哪 没事吧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发生什么了 才昨天的事你就忘了 怎么男人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这是茶 这是咖啡 我也不知道你要喝什么 选一个吧 我一 Board 我来 trial 然后快点 囝黍 我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本来就不易 不必事事可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 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 没什么好抱怨的 今天的每一步 都在为之前的每次选择而买单 喂 你好 是林夏小姐吗 对 我是 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的江总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录取了 真的 所以明天就来公司报到吧 行 我知道了 谢谢 赵总 按您的意思都办好了 我可以肯定 林夏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个职位 这个我肯定相信 她面试的时候成绩就很优秀 要不是林夏的风沙令 我们早就录用她了 一场误会而已 希望我们今后在业务上能合作 我很期待 期待 期待 慢走 好 好 林夏 林夏 我今天来找你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爸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个你怎么解释 这衣服怎么在你这儿啊 我的太医 不管怎么样 这个衣服 给我洗了 你还要隐瞒吗 这又不是什么特别的衣服 这又不是什么高级定制 都长得一样 为什么要否认 我否认什么 我记得 你当时跟我说的话我全记得 你都撞成那样 你记得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被撞了 我刚才可没有说 是 是我救的 那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本来我救你就是不想要回报的 其实那天在公司应聘的时候 我就认出来是你了 只是我不想说 因为我不想因为你要得到 什么特殊的照顾 我想凭我自己的实力 来证明我自己 但是 这就是我们俩不解的缘分 我们早就该有一个好的开始 开始 开始什么 林夏 我爱你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们之前是在假恋爱吗 看日出 看日落 这是假的吗 赵总 你别忘了自己那么贴金了 那个时候我救你是出于本能 不是因为情感 在那种情况下连只狗都会救我 更慌是人了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伤害我的话 不 有些事情 凑过了 就是凑过了 时间不可能倒流 感情也没有假设 你现在不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吗 你们在香港的时候 不是挺甜蜜的吗 既然 你跟我姐在一起了 你就好好对她吧 别辜负她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你可以逃避我 可是你逃避不了你的内心 我现在喜欢的是秦昊 你自己搞清楚 起来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发生什么 赵先生你稍等一下 杨姨现在在忙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怎么了 赵老公子 我这里头还有病人啊 别认我 我现在烦着呢 你不是刚和聂青 甜甜蜜蜜地 送香港回来吗 他可是已经把你们的行踪 都召告天下了 什么 你没有看到的朋友圈吗 春风沉醉的夜晚 酒不醉人人自醉 让人小鹿飞飞啊 他怎么可以这样 难道 这不是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吗 还记得那次车祸 我一直在找的 救命恩人吗 找到了 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只是我没有发觉 谁啊 宁夏 宁夏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啊 因为他不想要我的感恩 宁夏这姑娘 人品真是没话说 这些日子以来 我明明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 为什么他要否认 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 说一切都是为了我的钱 他救了我去隐藏身份 为什么呢 炭桥 你别胡思乱想了 感情的事情是来不得勉强的 再说了 你现在都已经决定跟宁星在一起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宁夏好 那就放下那 不要给两个人都套上加速 喂 晚上回来吃饭 好的 不管他当初犯了什么错误 但他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血浓于水 亲情是没得选择的 常回家看看 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情 我父亲的下落有眉目吗 公安的朋友 一直在很用心地寻找 你放心吧 一有消息 我就马上通知你 好 谢谢 王秘书 董事长邀请你晚上去他家晚餐 真的 你准备一下吧 体育 暮仙 回来了丹桥 你怎么会在我家 是董事长叫我来你家吃晚饭 我妈为什么会叫你来吃晚饭 我想请谁就请谁 我进来吧 请 叶欣 你坐着吧 这还不用理管 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难道一定要有事 你才能回来吗 我说了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菜都已经上了 不吃完 谁都不许走 来 宁昕 多吃点虾啊 女孩子多吃虾好 多吃点啊 蛋白质含量高 又不高盖 谢谢董事长 你怎么样 这次香港之情还愉快吧 我让宁昕去香港 给你创造的机会 还不错吧 妈 妈想通了 既然是你自己找的女朋友 那我就支持你 我以后不会在横家干涉 而且 我真的不愿意 再因为你的感情生活 让我们俩的关系越来越杂糕 我希望你早点成家 也好回来帮我 原来 这一切都是你刻意安排的 不然你以为呢 你觉得以宁昕的资历 他能够去香港开会吗 口口声声说不横家干涉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是应该谢谢我吗 难道这些都不是你自己要的 你不是那天在办公室告诉我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那你告诉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你满意啊 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好不好 我找女朋友 不必要你多事 做这么多刻意的安排 以前是为了怕企业被兼并 反对徐璐 现在宁昕他没有背景 还是为了公司利益 你过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戴上 今天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 你怎么会来我家的 你妈妈叫我来做客 我能怎么办 之前是为了气我妈 才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妈肯定误会了 你就别搅和了 丹小 你要清楚 你妈妈是我的董事长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宁昕 对不起 我没有喜欢过你 我们之间的态度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别枉费心机了 可我对你一直以来的态度 都是很认真的 是 我们两个兴趣不同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更没有办法 知道你时时刻刻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可以无条件地支持你 这还不够好吗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支持 我只想要我爱的女人 我只想要我 赵丹桥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 从来都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甚至连一点感情都没有 两个人的相处 不是一点点感情就够 既然有了错误的开始 就应该让它结束 如果你觉得委屈 我 我可以给你补偿 赵丹桥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忘了 香港发生的一切了 你真的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吗 补偿 是不是在你眼里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靠金钱来补偿 那我告诉你 我宁心 不是那么低贱的人 董事长 谢谢您今天的款贷 我先走了 对不起 我宁心是我请来的客人 宁心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有什么资格赶他走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喜欢 怎么了 你既然喜欢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我告诉你啊 人在做天在看 我不允许你成为像你爸那样的男人 我爸怎么了 我爸怎么了 宁夕 宁夕 上车吧 既然你跟我姐在一起了 你就好好对她吧 别辜负她了 既然你跟我姐在一起了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你可以逃避我 可是你逃避不了你的内心 我现在喜欢的是秦昊 你自己搞清楚 谢谢你送我回来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不客气 宁夕 好吧 我们试一试吧 什么 我妈妈 宁夏 所有的人不都盼着我和你交往吗 好 我满足你 你确定吗 怎么你不愿意 当然不是 我愿意 赵总 您看 除了这一项几点之外呢 我们在旅游局还是有些资源的 那么这些资源呢 我们公司可以一起来去用 徐云座的 陈先生 策划我已经看完了 三页纸就能讲清楚的东西 你写了这么多废话 同样 十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你说了快三十分钟 我不喜欢和这种没有效率的公司合作 是这样的 其实 你可以走了 赵总 您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的周孝 嗯 虽然我跟你们姜佐是朋友 但是在商言商 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策划书 那么合作敏谈 我们公司是今年新进的特色旅行社 主打的是各种量身定制的小众旅游路线 你说一下什么叫小众 我们把小众定义为呢是适合年轻人的 然后又是没有被过度开发的朋友经典 嗯 那什么算年轻人 十八到二十五岁 还是二十到三十岁 什么叫过度开发 过度开发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连这些都回答不上来 那我只能请你出去了 赵总 您能再给我两分钟吗 对不起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赵总 赵总 你等一下 前段时间你们公司有一位离职的员工叫做宁夏 她现在在我们公司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因为她的原因 所以才拒绝跟我们合作吗 总之 我们跟麦威的合作是摆在第一位的 如果您是因为她的原因的话 我们会让她离开的 我没有拒绝跟你们合作 让宁夏来谈吧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就让宁夏来接这个案子 她之前在你们公司工作 工作起来应该会很顺利 那就下周让宁夏来我们公司谈这个案子吧 谢谢 宁夏 导饭公司来的 江总 这外面游客都等着呢 要不回来再说吧 不用歹团了 江总 我今天就迟到了一分钟 而且是帮楼下小王拿快递 所以我就 以后啊 想迟到就迟到 保证没人管你了 江总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找借口的 你扣我钱吧 扣多少都行 我求你别开除我了 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了 没人说要开除你 我是说以后不用歹团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的业务组长了 什么 我们要和麦伟合作 江总 我还是当导游吧 第一呢我喜欢当导游 第二是万一我做错什么了 不是给公司带来麻烦吗 你要是不做 那才是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不是 江总 那个咱们公司 那么多优秀的同事 都比我合适 小总 不瞒您说 其实我刚刚从麦伟出来 我就再踏进去 感觉自己跟无间道似的 这样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可适的 那些我都知道 赵丹桥很器重你 所以他们是点名 要你来做这个组长 咱们公司刚成立 规模小 麦伟 背口蓝桥国际这个大叔 但是跟他合作 对我们太好了 咱们公司的效益今天特别差 你跟同事们 那么努力地工作 你就整形看着他们 因为公司倒闭而失业吗 这样说吧 今年大家伙的业绩怎么样了 那就看这些蛋了 不用了 喝杯热牛奶 早点休息吧 这批约桥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怎么还做啊 是做完了 但是 我一想到明天要去麦伟 我心里又忐忑不安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就跟你们老板说一声 哪那么容易啊 想不去又不去 要是我能选的话 早就跟老板说弄了 你不是因为要去麦威而紧张 是非去麦威 会见到赵丹乔 对吗 真希望明天不要见到他 这不是我认识的小夏 而且 你和赵丹乔之间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你应该更坦荡地面对他 再说 她现在跟你姐姐交往 对吗 你连你姐都不见了吗 我觉得这活儿 这个时候来挺是时候的 不光是你们两家公司之间的对接 更是你和赵丹乔 你们俩的一个转折 勇敢地面对他 告诉他 你已经彻底走出来了 你已经彻底走出来了 我把牛奶喝了 早点休息吧 大家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和麦威的对接业务组长 相信大家对我并不陌生 因为我曾经在这工作过 所以我更加了解麦威的理念和诉求 这样对于我们的合作会更有帮助 那下面我就来阐述一下我们的合作方案 我知道麦威是做私人旅行定制出身的 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和一般的旅行社也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做的是 专属于客户自己的旅游体验 这跟麦威的 宁夏 你们旅行社去年一共接了多少单 赵总 其实一年接多少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回答我的问题 你一个业务组长 不会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吧 你已经在这里说了五分钟了 赵总 其实我们公司去年接的单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还处在开枪拓土的阶段 但是 我们公司去年接的单并不是很多 我们公司去年接的单并不是很多 去年的盈利额在同行业的当中 同比增长率是排第三的 你可以看出 其实我们公司的盈利模式是非常有潜力的 林夏 你真的很让我失望吗 我怎么让你失望了呀 你以后不要跟别人说你在麦威干过 在麦威学的那些东西 你都还给我了吗 刚才提案的时候什么样子 我是能把你吃了吗 林夏 我承认曾经是把心拆开了 让你看到我最脆弱的一面 但是你 亲手关上了那扇门 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打开它了 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这些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 但那扇门对我关闭时 既不绝望地徘徊不前 也不会拼命地敲门 想起那扇门的时候我告诉自己 那其实是一堵墙 我现在已经和宁心交往了 我现在已经和宁心交往了 你满意了吧 书冬先生 你好 你知道什么是最惨烈的狭路相逢吗 不是一直对立的仇人 而是曾经相爱相知的人 我们最了解对方的软肋和心心伪装 因此亲心一统 就能让一个人遍体鳞伤 好 董事长 您找我 坐吧 谢谢董事长 丹桥回家跟我说 他和你的关系已经确定了 并且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和你结婚 董事长 那您是同意我和丹桥结婚吗 无论找谁 他都已经到了该成家业业的年纪了 至于我同意你和丹桥交往的理由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 我们兰桥国际 在国内也算是酒店业的翘车 有多少竞争对手都伸长了脖子 寄予我刘兰芝打下的这份产业 有打我儿子主意 希望联姻的 也有想给我介绍男朋友的 但是我刘兰芝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我向来靠的都是我自己 我不需要商业的政治联姻 我选择平民出身的你 自然就少了一些隐郎入室的后段 一个女人通过一段婚姻 可以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适度的问题 所以想嫁进我们家的女人 都得签一段婚前协议 我已经签好字了 你拿回去看一下 如果同意就签个字 交给王秘书 等等 你不看到我 你看看 董事长 我相信您做的任何决定 都是为了我还有丹巧好 我劝你还是拿回去仔细看一下 再做决定吧 虽然灰姑娘的故事已经被言烂了 但是灰姑娘也是因为肯吃苦耐劳 遵守过仙女的约定才成了灰姑娘 你说是吧 何况如果有什么分歧还是放在前面解决比较好 免得在发生婚礼当天大家一言不合一拍两散 场面也不太好看 你说是吗 董事长 其实当时 你不用跟我做任何解释 我今天能让你坐在这里 我对你自然是了解的 是 不过你也不用多心 我是在针对你 无论是任何女人 她只要想嫁进我们家 我都会让她看这份婚前协议 所以你还是拿回去仔细看一下 我安排好时间 会和你父母见面的 谢谢董事长 好 怎么了 赵丹桥和宁昕得到刘兰芝的认可了 你姐也终于嫁入豪门了 对于你们家 算是件好事吧 你要结婚了 和赵丹桥 和赵丹桥 好 那个小夏的老板 兰桥集团的富二代 是啊 没错 好不是在做梦吧 来 什么时候开始了 什么开始 又不重要 重要的不是结果吗 但是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这个结婚好像太仓促了 太突然了吧 妈 是丹桥提出急着跟我结婚的 我觉得她条件这么好 如果错误的话 我肯定后悔 这个事跟你爸爸还没说过呢 你也得叫上他 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吧 都快结婚了 连未来丈母娘家的门都没来过 哪有这个道理啊 这个没问题啊 听你的 你这么大的喜事 怎么心不在焉的 在干嘛 丹桥她妈妈 特别厉害 你看 要没结婚 就给我订了这么多回去 就念念 婚后每周在外吃晚饭 不得超过两次 妇庐一 妇庐二 妇庐一是关于婚后着装的规范 妇庐二呢是关于女方怀孕后的行为规定 是可可了点 就当是女婆婆为你好吧 为我好 听这个 婚前一次性支付 一千万里金和价值一千万的房产一套 作为聘礼 婚后不得再给娘家任何财产 才一千万一套房子 怎么这么少啊 他们家不是一万富翁吗 算了算了 我们家反正也不是贪图钱财的人 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 进婚啊 先上回来就好 还有这个 除父母病危 病故等特殊情况 不能在娘家过夜 女方提出离婚 则无离婚补助 所欲子女归赵家抚养 男方提出离婚 一次性支付 女方离婚补助一千万 所欲子女归赵家抚养 这婚咱们不结了 就算他们有钱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既是如此 这个婚我还是要结的 行儿啊 因为上次虽然的事 妈心里就憋着不痛快 因为虽然悔婚 妈在街坊邻居面前 抬不起头来 她心眼里希望您找个 有钱的人家嫁了 可是 妈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啊 连婚都还没接 就被你婆婆这么羞辱啊 不行 妈妈 我嫁给隋然你不愿意 我现在嫁给赵丹桥 你一样不愿意 有钱没钱你都不喜欢 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你比她妈还难伺候 馨儿 你还在怪妈是不是 妈向你道歉 是妈不好 可是 可是妈希望你幸福 你不能拿自己的幸福赌气啊 我已经想清楚了 无论如何 这个婚我都一定要结 到时候 我要给隋然还有王露露 一个大大的惊喜 真的考虑清楚了 董事长 这次我是真的考虑清楚了 你等等啊 喂 丹桥 你这几天 超过时间去拜访一下宁星的父母亲 既然你已经答应跟她正式交往 也是真的喜欢她 那就得给人家父母一个交代啊 这是我们家的礼数 你再忙也得去 听见没有 好 好 至于什么时间去 你们两个自己商量决定 好 谢谢董事长 去吧 好 好 好 是